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快乐助力团的嘉宾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赶快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音乐人郭峰老师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大礼 欢迎军旅歌手张麦 欢迎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军旅歌手金波 欢迎你 每一次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都会有几组团队 或是个人登上这个舞台 展现才华 为本场唯一一份 荣誉反场邀请函 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付出他们精彩的表现 现在三个团队和个人已经准备完毕 马上我们请出第一个团队 快乐 大家 谢谢大家 打五儿姑娘来唱歌 大五儿姑娘来唱歌 歌声一代唱歌 老 под呼善 漂亮的歌声 真深合 color 大家好 我叫南丁 我是一个达尾尔族的姑娘 我爸爸是达沃尔族 我妈妈是蒙古族 所以我是混血儿 达沃尔族和蒙古族的混血儿 你看这下你一下子会 两种民族语言 再加上中文 我们听听四位嘉宾 对你的第一印象点评 我首先第一眼 我就对他这个服装 很感兴趣 这是你们民族服装吗 对 是经过改良的 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说的吗 传统的达沃尔族的女性服装呢 就这边会有一个刃 左刃或者右刃 我这个领子改良了 然后是长袍 没有腰带 然后会有一个 关键是这个特别有特点 对 会有一个就是喇叭袖 然后我就把它夸张了 做得很大 然后就是想突出一下 这个袖子的特点 这在家打扫卫生特别方便 可以驱赶文营 真的很有特色 而且你改的我觉得很有特色 很大胆 因为我们平常看民族服装 都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个民族服装 但是这个看着还是比较现代的一种融合在里面 我总结一下 这个男丁给郭峰的第一印象 就是这个女生的外形和她的服饰 让你眼前一亮 对 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 在你这个浑血功底这么浓厚的情况下 你可否给我们观众一个想象的出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你演唱这首歌 当我们还不能完全听懂你唱什么的时候 用你的肢体或者用你的服饰给我们一种取向 另外你唱的歌里头 假如把你的这个漂亮的这个胳膊 怎么能更美 把那个民族的那种感觉再弄出来 可能这种音乐的语言 你给我们的迷魂阵会更美 谢谢 从服装来讲 服饰再加上刚才你这歌声 再加上您这个谦戏的这个身姿 我觉得真的非常漂亮 给人的印象特别清新 这个歌曲唱得也好 我觉得就是发挥你自己的特长 起码能抓住我们几个人 再加上现场观众评委的心 OK 谢谢 你看 男丁这个快乐亮相 无论是服饰 还是你选择的这个曲目 都让大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 也对你真的是有一种好奇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通过一个短片 更多的了解一下男丁 我叫男丁 现在呢是一名大学的音乐老师 我是达吾尔族 我爸爸是达吾尔族 妈妈是蒙古族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开玩笑说我是混血儿 因为我是学校里面最年轻的老师 所以觉得我和学生之间并没有什么障碍 我上课的时候其实课堂气氛并不是很压抑 我就会经常逗他们 然后跟他们的互动也比较多 基本上就是我教他们两年下来以后相处都特别好 他们一般结业了以后就会教我姐姐 在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经常在一起喝着奶茶 然后就会聊天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家庭的音乐会 那就是爸爸拉琴和唱歌妈妈跳舞 所以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它也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爱好 男老师 现在请感受一下达沃尔族的舞蹈 能不能跟我们跳几下啊 好不好 同学们 你是说音乐课接下来是舞蹈课是吗 对 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达沃尔族的舞蹈 我们先学一下脚 脚有一点像那个滑冰 一 二 张老师做好好 三 四 然后我们来做手 然后向右边飞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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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k Voll 谢谢 谢谢老师 打我族的就是跳完舞蹈呢 会有一个嬉戏打闹的阶段 叫做斗拳 我觉得可以 可以两位男生斗一下 这是男生叫 你让我们在舞台上干嘛 斗拳 斗拳 不是这个 是左手呢 插腰 左手插腰 右手握空心拳 然后打 打对方的脑袋 但是不是真打轻轻地打 打的时候要喊一个 称词 这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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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男打吗 刚才通过这样的互动 跟我们助力团老师 也有一个这种亲密的交流了 恐怕此时此刻状态 应该会更放松一些 对 放松多了 非常有利于你的精彩表演环节 好的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南丁的精彩表演 有些人 你艰难昏故事 从不曾出现 从不曾出现 当你开始幸福生活 他来到你面前 说我多么关心 说我多么关心多么在意 你才有今天 你应该感谢应该奉献 才叫懂事点 如果我的人生与你有一点点关联 就是为你写首歌 请你离我远一点 我要生命中充满阳光 方向不被乌云阻挡 追梦路上就一夜辉煌 我的梦想 我要生命中充满阳光 尽才不被时光遗忘 追梦路上 汗水也上光 勇敢去闯 看看你的关注度 精彩表演环节 从零长到了86.7 今天你是大学老师之一 闯到了群英会的舞台 非常的棒 追梦的路上 勇敢去闯 欢快喜庆的这一段歌 刚才说是温文尔雅 现在这么一场 青春活力十足啊 当时我调动 我说这是一人吗 就是我觉得 就是他是多变的 其实两次表演 看到了你至少两面 甚至多面型 第一面呢比较阴柔 第二面很阳光很洒脱 我在想假如我的孩子 或者曾经我小时候 有这样一个音乐老师 我会非常的幸运和幸福 祝福你在未来的路上 越走越好 谢谢老师 从声音 好究竟南丁能不能够如愿以偿 获得本场唯一一份 如愿反场的邀请函呢 答案稍后揭晓 请到休息区等候 谢谢大家 有请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有请下一个表演者 快乐 感谢 感谢观看 ¿ibles 7 ated 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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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秦桧的舞台上 表演的是淋漓尽致 把这气氛 一下都给调整了 刚才试了一下 你不要看那几部 真的去走的时候 就不一样 你看他们走了以后 那个神态 那种细微的东西都有 特别印象就是 这媒婆 媒老师 这个不得了 这个简直是特别棒 媒老师 媒老师 姓雷的两位 叫上媒老师 姓雷 对 特别好 她的那个表演 很细 而且整个的氛围 这个舞蹈也变得很好 很有意思 让我们看到一个 活生生的一个民族 民间的一个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反应 特别棒 谢谢老师花姐 其实我觉得 短短的几分钟的表演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非常有地域风情 而且有民间故事的 这么一个场景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一段陕北央歌 把我们大家一下子 带到了这个黄土高阔 那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张辽军 和他的西洋红艺术团 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大家好 我叫张辽军 来自沙北渝流 我是一名 为开心情服务 国务的一名 这样 我从小 喜欢 我也唱 沙的一名 我走到车子 我唱的时候 后装老年人跳 所以打算我去 后来我就 走出去也有团队 为社会上的老年人 服务 我这次来 全会 主要是为了 学习我们 三百年格 二来 是为了 让社会各界人士 对老年人 多一份关系 和爱护 这咱们团队的平均年龄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平均年龄吧 就是在55岁左右吧 50多岁 55岁 他们都上60多岁了 辽军 你先说说 对 你今年多大呀 我今年33岁 你怎么吸纳了 这么年轻的人 进入咱们团队 是这样的吧 因为张灵灾 他的名歌唱得特别好 我们这个西洋湖团队 就缺少像他这样的 名歌歌手 是不是就是说 因为他唱歌的好 唱歌好 加入咱们团队之后 能够带动咱们 整个团圆 演唱水平 都能有一个提高 是的 是不是 因为现在中老年人 老年人也非常喜欢唱歌 所以张灵灾 他又非常有爱心 乐于帮助 在我们这个团队 他也不计任何报酬 我明白了 就是这个辽军 这一加入 不光丰富了 咱们团队的这个 表演的这个内容 而且在表演水平上 也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最主要的 还是辽军唱歌得唱得好 这样吧 我喜欢给老年人 唱啥笔笔歌 因为老年人特别爱听 大家信不信不信 我希望大家唱一首 唱两段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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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流流流海 哪个千里呀 鬼呀 魔鬼大海 走心靠海 那跟着 悄悄转牙 那么转换来 这嗓子是真亮真好啊 我当听到你的第一声喊出来之后 我觉得像太阳普照大地 我们的心里没有一个角落是阴暗的 我们被你照亮了 真的不错 真的一出来以后 就给我们感觉到一个 特别的这个 这个陕北的那样的 一个特别强烈的民族的 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今天呢 是在这群英会的舞台上 不仅仅你们那座山头的这些朋友们 能听到你的歌声 我们电视机前 所有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都能够听到张辽军 和你们这个西洋红艺术团的 这个歌声和风采 所以接下来呢 还有精彩表演 要是重头戏 所以一定要好好表现 辽军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 有信心 那精彩表演带的是什么节目呢 唱我们老佳佳佳 那个东方黄 好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张辽军和西洋红艺术团 带来精彩表演 带来精彩表演 我说太阳的救描 我说太阳的救援的伤 我说太阳的救援的伤 咱们中国出了个某子多 我说太阳的救援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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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伤 城墨小福 嘿喲 他是正面大九仙 不法国国培药是 光阔出了个毛泽朵 他为了面目 想风火儿海洋 他死了命他就想 他为了面目 想风火儿海洋 他死了命他就想 原汁原味的东方红 确实这么半天 我是心情有点激荡 因为这首歌我们太熟悉了 今天能在群会的舞台 你展示出来 我们觉得是一种享受 非常地天然 没有瑕疵 我无法来评比你的好歹 我只觉得你在那片土地上 自然地生长 朝着你声音的方向前行 谢谢你 非常地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一份淳朴 带来这份自然的歌声 也希望你们的团队 你们的这个西洋红 艺术团能够越来越好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陕北的好听的歌曲 谢谢 刚才我听了辽军的演唱 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他一边唱的时候 我就一边在想 就是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像他这样 这个东方红的原生地 这个故乡里面唱出来的声音 那真的是味道纯正 特别地美 特别地漂亮 谢谢 好 在这里让我们期待 张辽军和他的团队 能有一个好成绩 再次谢谢你们的表现 谢谢 谢谢辽军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个表演者快乐亮相 打了红的公鸡 猫了腿的腿 吃不上些东西 白炮那个腿 索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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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也要不黑 瞧不地咯啦啦啦啦 也要不黑 杨柳叶冬夏长青 一里果果一里果果 又一又人 一又一又人 冠军等着马家来了 七零零零巴啦啦啦 再打开字 呼啦啦啦 杨柳请要不黑 二了两的西州 熬了百点菜 你也才是哥哥的心上爱 索拉索拉啦啦索拉 再要不黑 瞧不地咯啦啦啦啦 也要不黑 杨柳叶冬夏长青 一里果果一里果果 又一又人 一又一又人 冠军等着马家来了 七零零零巴啦啦啦 改字 呼啦啦啦 杨柳请要不黑 七零零零巴啦啦 改字 呼啦啦啦 杨柳请要不黑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做一下自我介绍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四位老师 大家 好 好 我叫魏照亮 来自河南信阳 那你的职业是做什么的呢 我来猜一猜 就这身形头 婚礼主持人 诶 对 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啊 是不是 真的 你这来干嘛来了 现场没有结婚的 其实我也曾经是一名主持人 真是同行啊 只不过是业余的 不能再业余了 哦 那你真实身份是 要不然咱们先 看一个关子 还是 在揭晓这个魏照亮 真实身份之前 我们先来听听 四位嘉宾对他的第一印象点评 第一印象 闪亮登场 第二印象呢 就是唱的 和我感受到的东西 现在目前正在打架 你看他穿着衣服 一开口 应该是那个 你孙大了吗 你唱歌剧啊 马月站边上 完了吗 瞧人家多帅 小头比你亮啊 哎呀 听你亮多了 化妆老师 下场过来 对 首先这一亮相 他这歌 弄得欢快喜庆 就是节奏各方面 都节奏明快的 这首歌 明歌 我觉得这是快的人口 我觉得就是老百姓 肯定喜欢这首歌 但是他是干什么的 让他说自个儿 说他又不说 我觉得真的不知道 其实我建议 群英会干脆就加一个环节 先开始猜 猜完再唱 对 你来猜一猜 群英会 今天这一期 真的是悬念无穷啊 完了以后让我猜的话 这个 确实一看吧 就是有点 一上来 那个架势 就是 这种感觉 是吧 有点 有点这种 尾声的这个架势 刚才我一看 要不是大唐经理 有点 别紧张 别紧张 不是那个 不是你 你 不至于啊 马月 马月 你不至于 不是 我去应聘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大唐经理 酒店大唐的 对啊 你咋不说是门童呢 或者是门童 或者这个厨师长 厨师长有 穿那样 那还怎么做菜呢 不让大家会儿着急了 究竟这个唱着刚才那首 大家非常熟悉的民歌的 穿着夕阳服装的味照料 究竟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和工作呢 我们通过短片 好好了解一下他 我叫魏照亮 来自河南省信阳市公安局 是一名普通的民警 也许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我所从事的职业 是文化体育工作 除了办公室日常的工作以外 我还参与每周的治安巡逻 我和我的搭档 开车在我们的辖区内进行巡查 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情况 要及时停下来查看 前面那个498930 怎么回事啊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的 发生 我们要及时进行处置 抓紧实验室 这地方能吓人吗 不能吓人啊 你得注意安全 在来市局机关工作之前 我在辖区派出所 担任社区民警的职务 在一次走访的过程中 我和一位特殊家庭的 可爱的孩子 解下了不解之缘 一直到现在 我有空的时候 都会去陪他玩 陪他写作业 去探望他 我就是那么一名 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 我就想用我的阳光 给我身边的人 带来快乐 徐英会我来了 你得揭晓了吧 徐英会我来了 警察叔叔来了 没想到吧 我要说一句话 给你道声欠 我给你敬个礼 你说人家是大堂经理 还厨师厨师长 对不起人呢 对不起 其实我们常说话 这有困难找警察 对了 警察叔叔 我找你这样正好 我刚才对稿子吧 还是喊大哥吧 别喊叔叔 你长得比我还高 我小时候就叫习惯了 而且刚才对稿子 跟那个编导对稿子 然后我就用那根笔 就没了 找不着了 那根笔 笔找不见了 你帮找找笔 不但你这样的 我们警察同事的工作 多么繁忙 这找笔这么小事 你还需麻烦 警察不都啥事都得管吗 警察确实管的事比较多 谁家有困难 我们都得管 像以前我在 没来市局之前 在辖区一个乡镇上 担任片警 我们四个民警 管着五万多人 一个人负责一万多呢 一个人得一万多人 其实我觉得 一说起警察 刚刚说了 这个是一些金标算笔的 这种邻里的纠纷 或者生活中的日常琐事 但同时还有特别大的一个领域 就是危难之处 险身手 有的时候是会面临着一些 很多的风险 甚至是生命的 安全的威胁 其实我最开始当警察的时候 我根本就理解不了 为什么老去天天 就给他找鸡找狗的 我是警察 我应该去破大案 我应该去抓小头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 我才慢慢地明白 其实这些小事 在老百姓心里 是他的大事 老百姓再小的事 应该对我们来说 也是大事 我们要用每一份信 去给他们办好 这才是一名合格的警察 向人民警察致敬 向魏警官致敬 非常非常地感动 也非常地敬佩 你对老百姓 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 让我们感动的事迹 人民警察忠于党 忠于人民 而且人民也向你们致敬 我们还有一个业余的 小的宣传队 就是我没事带队 下去给群众演出 搞这个警民关系 这个用您的专长 是不是 然后唱唱歌 跳跳舞 编一些法律知识的 这种节目 防盗防骗防马月 防我干嘛呀 魏警官 这事必须好好说说哈 我跟马月老搭档 你这点必须要 怎么个防防范法 这特别关键 一二三 你给我说上几条 不是 你防我呀 这样吧 我们就简单地 给大家讲一点 如果遇见紧急的情况 应该怎么处理 你比如说一个女同志呀 晚上下班回来 电个网走胡同里边 突然出现两个劫匪 这已经是十二点半了 刚录完去音会 他怎么不走了 这条胡同太黑了 可是走离大路又太远 咱们得在胡同当中 还算 没事也不至于的 干什么你们 干什么你们要 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包里这有什么拿出来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你弟弟他你有病啊 对 拿来 把钱包偷上来 包我不要 我没带钱包 打开看看 有卡也行 偷上 大哥我就是在电视台工作的 一个普通人工 我拿来 救命啊 大家救命啊 大家觉得管老师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危险 危险大发了 你刚才这种表现 如果要是我 拿走我 也不能这样 也不行是吧 应该怎么样 那赵亮 你肯定会抢我 赵亮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 我说你别抢 首先肯定生命安全 是第一位的 生命安全 没等你抢之前 你先别抢 你比如说找我要包 包给我 不是 我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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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首先一定要 要镇定 拿着包了 要钱吗 越远越好 是不是 其实我包里 没多少钱 我那包 趁他去捡钱的时候 我跑 跑了 对 分散他的注意力 哦 这不是 对对 我总结一下 刚才赵亮说的 首先遇到劫匪 那时候不能喊叫 然后呢 舍财保命 对 对不对 人身安全 是多少钱 都买不回来的 对 然后再分散他的注意力 趁机逃脱 把这个包扔得越远越厚 还要记住这个人的长相 对 完了以后好包案 像什么猪头啊 观察他 穿着红衣上啊 长得什么样 穿着什么鞋 穿白鞋啊 是不是 其实今天也是借由这个平台 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个保护自己生命 乃至这个财产的一些窍门 或者说经验 临危不乱 真的是要谢谢魏警官 不过接下来 我们还得言归正传 刚刚呢 你给我们普及了 这个防打劫的知识 接下来呢 大家还是要来感受一下 你在群英会的平台上 你的才艺 究竟表现得如何 再给大家 再演唱一首 咱老百姓 因为我们是从群众中来 最后还要回到群众中去 我们永远离不开 我们的一世父母 我们的坚强后盾 把这首歌献给他们 好 谢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欣赏 魏照亮的精彩表演 有请 都说咱老百姓啊 是那满天心 群星粗庸才有 那个月呀月光明 都说咱老百姓啊 是那黄土地 大地混厚脱起 那个太阳太阳谷 都说咱老百姓啊 是那圆上草 芳草连天才有 那个春呀春意弄 都说咱老百姓啊 是那无边的海 大郎逃杀脱起 那歌剧呀 剧轮行 俩到他攀富余 过云他攀长生 老百姓赞谈的事 相和万世心 谁只要未了在 老百姓某幸福 好好倾施千秋 那歌万代流埋 你 看得真棒 你刚才谦虚说自己怕发挥不好 你看看你的支持率 关注度 81.7%了 谢谢 谢谢 好我们还是听听四位嘉宾 对 魏照亮 这位魏照亮景观的精彩表演环节的点评 非常棒 声音也很好 都没想到 好 敏景 敏景能够有这么好的声音 真是我觉得 你应该是在当地也应该是 敏景的这个歌王 不敢不敢 真的非常好 希望你能够唱更好的歌曲 谢谢 好吧 继续加油 您的嗓子还这么好 唱出歌的这么优美动听 我刚才跟温峰说 我是得跟专业学过的一样 真的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祝福您 加油 谢谢 谢谢张 你的歌声里 你的表演里 无处不在就是对你所从事的事业 对你生活的敬爱 所以在这里不光是欣赏了你 而且非常受教育 谢谢你 我仅仅是一个代表 我后面还有更多千千万万辛辛苦苦的 现在还在奋战在一线的我的战友们 应该更多的向他们致敬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群音会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荣誉返场时间了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究竟是哪一位表演者 即将再一次登上群音会的舞台 自从我参加这次群音会之后呢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 我真的找到自信了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终于能够有勇气 看我们家那个小区里面 好两嗓子了 也能练练歌 我也不怕把我的歌声传递出去 大学啊 我这就会看到你那歌唱得特别好 谢谢奶奶 当我刚接到导演组通知的时候 说郭峰老师会作为我的指导老师 我兴奋呢 好多天都没睡着觉 我超爱郭峰老师 但是我犹豫了 因为我练不好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不累 打打打地地 可能是有一句话说的是这个物极必反吧 我越想要把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但是我真的做不到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真的是遇到了平静 我必须现在要找我的朋友了 我要先得到他的认可 作为大育十几年的好朋友 这次他能参加群演会的反场 我也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为他开心自豪 希望他能放轻松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大家能多多地支持他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锦玉 荣誉完成 要请 你好 欢迎大育 刚刚在短片里看到了你 为了准备荣誉返场 真的是 有点纠结 有点紧张 越紧张可能越发挥不好 现在这个时刻来了 怎么样 能不能放松一下 放松了 完全地放松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我到家了 回家了 回家了 这就是我的家 你看 大育第一次来群演会的时候 在快乐亮相 也就是第一个节目的表演的时候 找了一个好朋友 作为助演 但今天荣誉返场了 是更要劲的时候 你是一个人担当呢 还是有一个别的设计 有 今天有一个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 这么神秘吗 他就 谁啊 在现场 是我最爱 我的男神 郭峰老师啊 郭峰老师来点掌声 鼓励一下 来 有请郭峰老师和大育 共同跟我们带来荣誉版场表演 则 跟着我的节奏 拍拍你的手 挽掉你的愁 失望你的佣 生活的快乐 天啊天都会有 太 없어 我想要你能更感知 我的好朋友 拍拍你快乐的手 一同分享一同来舞动 我的好朋友 拍拍你热情的手 一同开花一同来洒脱 我们一起来 忍着快乐的节拍 我们一起来 充满无限的玩具 我们一起来 创造美丽的世界 所有精彩属于你和我 我们一起来 忍着快乐的节拍 我们一起来 充满无限的玩具 我们一起来 创造美丽的世界 所有精彩属于你和我 所有精彩属于你和我 大鱼刚才说过了 郭峰老师是你的最爱 那这次跟郭峰老师一起表演和学习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跟我们大家说说 画腐朽为神奇 谢谢老师 这是一个好描的对不对 郭峰老师 特别好 我觉得他有对音乐的一种灵性 就是那个感悟 这个是属于这个是没法教的 当时我们见面了以后 把音乐一听 他马上就有感觉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属于 与生俱来的 第二个 他的声音很有特点 而且再加上他自己的 整个的表演风格 非常的奔放 有爆发力 爆发力 我觉得哇 这个一下 对在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 和这个音乐太合适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一天挺辛苦的 郭峰老师连饭都没吃 水都没喝着一口 我有一句 这个调我总是转不好 我越想好吧 我那一句我越唱不好 真的 我 我觉得挺对不起的 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 你心里面觉得你够着了 但是有可能嘴里面 达不到那个 就是那个要求 就是做不到 那我就通过群云会这个舞台 也给大宇和郭峰老师 牵上线 搭上桥了 如果以后 大宇有些什么音乐上面的 这个请求 可能也会麻烦一下郭峰老师 不用说是麻烦 其实我们能够帮助一些 热爱音乐的 能够真的给他们一些建议 或者是真的能够提高他们 是我们自己的荣幸 谢谢 谢谢 我想这也是我们群音会栏目 所需要看到的这么一个场面 好 掌声送给郭峰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王景玉 谢谢你今天的精彩版场 好了 观众朋友 马上我们要票选来评修究竟是哪一个团队 或是个人获得本场的这唯一一份荣誉反场 邀请函 让我们再一次把他们请到舞台上 邀请 好的 观众朋友 现在我再为大家做一下介绍 大家看 张辽军和他的西洋红艺术团 南丁 魏照亮 好的 那三组表演者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精彩表演 那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您究竟喜欢谁呢 我手中的容易反场的邀请函 究竟花落谁家呢 这样 咱们首先把四位嘉宾请上台来 来 有请 好了 朋友们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 您手中的都有一个表决器 喜欢哪组表演者就按下他们相应的数字 准备好了没有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喜欢哪组选手啊 几号 一号 二号 三号 哇 观众票选结果已经出来了 其中有一位选手现在是 表现突出 表现突出 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没错 因为马上我们四位助力团的嘉宾 他们还有投票的权利 但是一票顶五票 所以说最后的结果还有可能改变 对啊 好 谁先投票啊 谁先来都可以 每次都是最后 我也想说我是解放军 所以我投老魏 你也投给魏照亮了 我的天呐 魏照亮再加五票 哇 这就十票了 所以两位谁先投 对 我是这样的 我觉得魏警官肯定 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后面也是一个当兵的 这个不能说 但是我还是想啊 前两位 一号二号 他们都是少数民 就是代表着中国民间民族的这个代表 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鼓励 特别是 梅老师在 梅老师 这个 你是雷老师 而且今天听到了原汁原味的东方红 我觉得作为我来说 从小听到大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还是想把我这一票 给予他们 希望这个 继续的 发扬光大 把中国的民间音乐能够传遍 祖国甚至全世界 好不好 继续加油 好 一号 张辽军 张辽军和他的西洋红艺术团 加 五票 最后一票可关键了 很关键 我们可知道 这格局还能有一个方式变化 我们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民警方军 还有人民警察是永远冲在第一线的 我得实话实说 向人民警察致敬 他们的付出要比平时咱们的工作人员付出的 老百姓要付出的多的多 所以 而且同他的歌声大家听出了 他唱的是咱老百姓 他歌颂的也是咱老百姓 所以我这票投给三号 魏照亮再加上五票 最后是魏照亮以三十四票的成绩 获得了荣誉反常的邀请函 恭喜 恭喜 同时也要谢谢其他的表演团队 谢谢你们的精彩参与表现 谢谢你们 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 说出我们群英会的口号 大家还记得吗 收获大舞台 快乐火烛台 来 群英会 王爷们再见 再见